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即位 之后他把自己的叔叔基成师封于屈卧 屈卧,基成师因此就称之为屈卧桓叔 屈卧桓叔德才兼备,威望很高 因此得到很多贤士的拥护 短短数年,屈卧的实力就已经超过当时晋国的都城 晋国的士大夫就劝说晋昭侯要注意一下 然而晋昭侯并没有在意 公元前739年 屈卧桓叔指使晋国大夫攀妇 击杀了晋昭侯 妄图以小宗取代大宗 但是晋昭侯一脉以武力反击 从此开始两宗长期混战 晋国陷入内断 到公元前679年 屈卧桓叔的孙子 也就是屈卧武功击杀了晋明侯 导致屈卧小宗完全取代了晋义大宗 屈卧武功夺取了晋国的军权 结束了晋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屈卧武功称之为晋武功 晋武功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功重尔的爷爷 屈卧小宗与晋义大宗之间的斗争 非常惨烈 在这长达67年的混战中 晋义大宗一直处于烈士 晋义大宗连续六代君主 其中有五位被屈卧小宗给击杀了 还有一位被赶走了 晋义大宗的公族势力 大多数也都成了牺牲品 剩下为数不多的大宗旧公族 地位与实力也日益下降 几乎都沦为平民 大宗旧公族已经没有能力 再参与晋国的政治了 晋国大宗公族虽然没了 但是到公元前677年 晋县公掌权 屈卧小宗已经发展了四代 从屈卧还书 屈卧专博 晋武功 再到晋县公 屈卧小宗的公族势力非常繁盛 在晋国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威胁着晋国军权的安危 晋国的义士大副侍卫就提起晋县公 要当心这些公族夺权 这个侍卫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晋县公最主要的谋士之一 也是后来晋国治韩 赵魏 泛中杭 这六卿之中泛式的先祖 在春秋早期的诸侯国中 义姓义士宗族就算再怎么强大 即便强到能击杀君主 但是也不能自立为国君 那些能够篡位夺权的 无一例外 全是公族敌亲的兄弟叔之 所以在公元前669年 晋县公听从了侍卫的建议 禁杀春公子 自屈我还书以来的 屈我小宗公族几乎被击杀殆尽 晋国大宗公族已经没了 屈我小宗的公族势力到这也残了 晋县公开始重用异性异式轻视 这就为异性异式势力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 在这期间 侍卫 李克 荀西 赵素等等 这些人开始在晋国的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大家可能有些陌生 但是一百多年后 他们在晋国发展出来的氏族就非常著名了 其中 市委后来发展出范氏 荀西发展出智氏 中航氏 币万发展出魏氏 赵素发展出赵氏等等 这一时期 除了晋县公自己的知数公族之外 在晋国的政治中 很少有公族活动的事迹 晋县公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672年 晋县公攻打黎荣 黎荣在如今山西省的西城山和王武山这两座山之间 晋县公的这次出兵 一举击败了黎荣 黎荣归顺了晋国 并将黎姬和她的妹妹邵姬献给了晋县公 黎姬和邵姬两姐妹姿色绝美 晋县公对他们十分宠爱 晋县公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65年 黎姬为晋县公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做西齐 后来黎姬想立西齐为太子 于是就贿赂晋县公的宠臣 东关武 梁武和幽师等人 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 晋县公在这些异性势力的教唆之下 就让太子身生移居屈卧 公子崇尔和公子义吾 移居边城 在晋国都城匠城 只有黎姬的儿子西齐 和邵姬的儿子卓子 留在县公身边 晋县公一共有八个儿子 就属太子身生 公子崇尔和公子义吾 这三位有贤德 晋县公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661年 晋县公把军队扩充为二军 晋县公自己统领上军 太子身生统领下军 赵素驾驭兵车 B1担任忽悠 随后晋国军队相继灭了霍国 魏国和耿国 在一系列的作战中 赵素B1立下了汉马功劳 晋国军队凯旋之后 晋县公封他们为大夫 并把耿帝赐给了赵素 把魏帝赐给了B1 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赵魏两国 就是从这两座城开始起步的 随着时间的退役 黎姬的儿子西齐渐渐长大 为了太子之位 黎姬多次阴谋陷害太子身生 公元前656年 太子身生在娶我自一而死 晋县公就把黎姬的儿子西齐立为太子 但是黎姬又害怕其他各位公子 威胁西齐的地位 就教唆晋县公杀戮驱逐公子重日和公子一巫 随后 晋县公把他父亲晋武功一脉的 所有低清公族 全部驱逐 晋诸群公子 紧接着公元前656年 晋县公制定了国无公族的制度 国无公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君主的晋之公族不得唯青之政 不得受封实义 国无公族的政策 让封建官僚体制开始在晋国萌芽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这种更加先进的体制出现的不是时候 晋国公族离开了晋国政治的主舞台 留下的空缺位 将由没有贵族特权的异性异士来填补 很多人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国无公族的结果是 晋国越强 异性异士势力也越强 公事就越弱 异性异士士卿 如果要获得政治资本 其实并不容易 这个时候拼的可是真本事 晋国士卿一个比一个努力 他们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 既要德才兼备 又要赢得社会的赞誉 还要为君主建功立业 如此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那个年代 各个诸佛国都是任人为亲 而晋国社会 出现了任人危险的奇怪现象 并且任人危险的状态值 因为晋诸群公子而直接拉满 所以在晋献宫在位时期 晋国的国家实力快速发展 领土也得到极大扩张 晋献宫22年 也就是公元前655年 晋国周边的小国 基本上都被晋国吞并了 就剩下南面的余国和国国 晋献宫就对这两个公决国 打起了小算盘 晋国策划向余国揭露 去攻法国国 来看这里的地势 这里有一座很著名的山脉 中条山 山市狭长 东西走向 长约150公里 宽大约10多公里 海拔2000米左右 北坡陡峭 南坡平缓 而余国就在这个平缓的南坡上 中条山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公里宽 但是山市险峻 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可走 就是现如今也是如此 唯独在运城和三门峡之间的通道 还算好走 除此之外 要么在黄河河区绕行 要么通过隧道穿过去 在春秋时期的晋献宫时期 太行八行第一行的直观行 其实早就已经通了 后来晋文宫称霸中原时期 因为经常要对中原用兵 就对直观行进行了拓宽架构 晋国大军正是通过制作道路 深入中原作战的 但是如果有攻击国国 阻止观行不太现实 一是太照 二是路不好走 所以晋献宫如果要攻击国国 只能向余国借路 晋国大夫寻西 请求用驱地出产的两码 和垂直出产的碧玉做礼物 献给余国国军 以此来向余国借路 进攻国国 晋献宫说 这是我的宝物啊 寻西回答说 如果向余国借到了路 东西放在余国 就像是放在宫外的库房里一样 于是晋献宫就派遣寻西 出使余国 抵达之后 寻西对余公说 之前祭国无礼 从滇灵入侵你们余国 余国名义的三面城门都遭到攻击 晋国在当时趁机讨伐祭国 这都是为了余公赢了 现如今国国失道 集结士兵巨手克舍 来攻打晋国的南部边境 现在请求贵国寄格道 以便晋国讨伐国国 余公答应了寻西的请求 不仅如此 而且还请求先去进宫国国 余国的大副公之旗 劝谏余公 说这路不能借 国国余国纯齿相依 纯王则齿寒 保不准晋国也会攻击余国 但是无论公之旗如何讲道理 余公还是不肯听从 公之旗感觉大事不妙 就带着一家老小提前开溜 随后晋国灭掉了国国 国公逃奔到周朝的东城 晋国在返回时 也顺便灭掉了余国 但是好在继续保持了 原先余国的王室宗寺 晋宪宪并国时期 复国三十八 黄河中游皆为晋国所有 晋国与齐国楚国秦国 成为当时的四强 这为晋文宫崇尔称霸中原 打下坚实的基础